金龟磁狼大家都玩过 但是这么大的你见过吗 为了本期视频 我也是把鸭箱底的收藏都掏出来了 兄弟们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吗 男人嘛就应该默默的点个赞 缘分这东西真的是妙不可言 我的这个金龟磁狼 手臂上的涂装氧化了 你看都成这样了 最近正好看到了一个尸体 这买回来一换 就成新完成 先来看一下97年的日版 这个内核心不担不堪了 金龟磁狼虽然叫金龟 但是和金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毕竟蟑螂恶霸他也不是蟑螂呀 把他的眼睛盖上 只看躯干 你会发现 他的圆形是一只敲形虫 但是敲形虫不是黑的吗 这一身原谅绿是怎么回事呀 还有就是小时候看到他头上的脚 还以为他的圆形是牛 除了面部有电动涂装 大腿的根部也是有的 背部有名文 97年麦德因接盼 还能看到一些变形的拉伸结构 可动性方面 手臂根部转动 拳头转动 腿部往后 脚掌转动就没什么了 他的超级变化形态 真的是很简单 首先把盖板盖上 手臂拉长 这里注意看 上半身拉开 OK了 变形结束 就是这么快 看看原理 把腿部当成参照物 上半身拉开的同时 手臂上移 腹甲缩短 腿部拉长 达到了一键三连的效果 使得整体的身形变得非常的好看 哇 太精烈了 但是也因为变形比较简单 所以我小时候对他没什么好感 武器呢 也对应了他造型的金规件 其实就是一把大剪刀 除了这个 我还有一个超大的版本 背面的构图呢 也是基本的相同 不过这东西啊 可以说 除了大 一无是出 因为他就是一个大功可字 那和谐了全身的变形结构不说 你看这手臂 还给他装反了 武器的造型也是十分的离谱 外观造型都错了 甚至这个结构 我都不敢掰开 生怕把它给掰断了 那你说这么大的 有可以变形的吗 当当当当 当然是有的啦 这就是可以变形的版本 这个呢 没有和谐任何的变形结构 而且武器的结构 也是相同的 就是这个材质嘛 真的很拉啊 拿在手中 感觉也是一个大空壳子 因为太轻了 而且和谐了部分的贴纸 关键是腿部的电镀 看着真的很糟心 廉价感满满 这边还有一个 像毛絮一样的东西 好恶心啊 以后找机会 一定要把它喷成金属银色 这就是我收藏的金龟侧狼 希望贴眼小宝这个系列的朋友 一定要点关注 以免错过了接下来的更新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志剑原大鹏老师 好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